可是呢,所有人在創業的時候呢 像基本的 武館、生館的發財 這些東西 本來都需要的 然後呢,接下來他可能需要 人才的,然後甚至自財 這些 那有一些東西 所以呢,我們 剛剛曹底所說的是,希望能夠有process 有活性的,基本上你的scope 出來,當然有哪些階段 那這裡面我們哪些商機呢 第一個,這個東西整理出來之後呢 我認同的是階 階法族,然後這裡面有 談到一些,他有所謂的標章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底在哪個部分 是我們可以做的,那我們 剛開始可以做哪些呢? 可能叫做concept或idea idea for 講座之類的東西 然後呢 會員 因為是會員入會嘛 擴大我們的基礎 所以會員可能有一些優惠 然後非會員有一些收費 所以光是論壇 講座或是workshop 就可以,然後接下來慢慢 要把它商品化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什麼樣的機會 要先做機會探討 而且他還有一點,他完全是一個 完整的加工整合的一個value chain 那這個加工整合 我相信各位都有經驗,特別是蘇林 有很多的折磨都會曉得 所以這樣做在裡面 請把我們那個十一個小組 每個小組的那個拿出來好不好 印出來 我們現在已經有十一個小組了 然後呢 這小組裡面喔 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建議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談創業組是這個時候 可是呢,還要再談一件事情喔 就是協會 協會裡面一定會有個會晤組 裡面有沒有 我看到我們的協會現在所做的組裡面 有很多的是專案組 對,是專案組 都是專案組 然後發展了很多的組 可是呢,作為協會來講喔 你必須要符合中華民國的法規法定來說 他是要有會務組 要做會員服務 要活動組、公關組 對,會有一些基本的 所以你那個成績是定的 要串聯這個時間 我會發現我們很business 那但是我都把規類在所謂的專案組 我們可以來衍生很多的business 沒有錯 可是作為協會來講喔 竟然是亞太要大 所以我在想喔 一個是很簡單的 最初的一定是有關info 它是一個info的node info的node 把相關的這方面訊息收集在一起 我剛剛看到這個資訊 我覺得很好 比如像喔 產業發展來講 有人是說要用房地產 你像那個北京的太陽城 北京太陽城它是從土地開發開始 它是呢七十三十 他把他的養老房喔 蓋好之後 把這個賣出去 從那地方找出他的資金 找出資金之後 開始去做他其他的農園啊 植物園啊等等這些東西 然後呢 他找到很多資金 他整個土地開發 一千多公頃的土地 現在是中國算是最大的 但是很多人在模仿他的model 然後呢 在老人中心的部分來講 就以廣東城做得最好 還有一千多個服務點 那上來是其次 然後呢一般人喔 每個月可以花的錢呢 養老金 一般人就一百多塊的民幣 可是呢 在城市中的老人 有一千多塊的民幣 那個價差十十倍 但是他們還是沒有辦法付錢 那中國大陸目前 都是以所謂的高端的市場 比較高產品式的銀板主 所以喔 協會的部分來講喔 我會考慮到幾個觀點 第一個就是喔 比如創業主 我們要來連結喔 我要去考慮到我們的事業董民 這是我們可以發展的 可是喔 剛剛一強說得很好 那個機制啊 到底是怎樣 這個機制喔 通常我們會考慮到幾件事情 喔 一個是framework 你要先把你framework 從scope跟domain下來之後 然後接下來呢 才會到所謂的 machinism或function diagram 因為如果你跑太快是不行的 你要很務實這樣來做 我是建議說喔 清創我們的創業主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怎麼去跟其他組做連結 因為我一個framework model來講喔 他可能會有幾塊所需要的資源 但是呢 就創業部分來講 他怎麼去跟這之間產生連結 這一開始喔 我們就要去想 我如果跟我其他組之間發生關係 這是什麼樣的關係 而且還有一點喔 我會覺得 就像BMI所講的喔 基本上很像 先找到自己的定位 然後但是定位之前喔 有一個很重要的info note 它應該在更前面 就是喔 你的market在哪裡 所以你的marketplace喔 會在什麼地方 然後 而且還有一點喔 我們可以看到銀髮族 大家為什麼會 我自己會覺得很好 原因是 因為我會覺得它 慢慢在形成開拓這個市場 那其實已經有很多人投入 那怎麼樣來跟它產生連結 比如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業者 我自己已經做得很大 我真的是美國很好的藥廠 或者是健身器材公司 我為什麼要跟你們做 我為什麼要分給你 OK 從一些很現實的business來講 一個我有idea 可是我沒有把它變成 實際的產品或服務 或者是通路的這樣資源 可是我有idea 所以我就有制裁權 而且 OK 我覺得很棒 可是我覺得可能 你有一點confuse 我們協會的定位 我可能剛開始的時候 沒有把定位講清楚 基本上我們協會的定位 我們只是一個match maker 像譬如說 我們是一個match maker 我們真的是一個平台 我們不是說 像譬如說 你發現商機什麼時候 我們協會不getting involved 你發現商機的時候 會員你們跟會員 他們去做一個公司啊什麼 我們不getting involved 我們比較注重的在 就是說 比較provide services consulting這方面 像譬如說 我們剛剛一直講 有這個馬桶的商機 那我們可能就是 幾個人就去成一個公司了 是經過我們這個平台 因為協會不是run公司 對我們不是公司 可能我們的定位 可能你剛開始 那會務 為什麼 我們現在沒有會務主 其實有會務主的實質 我覺得常常 我自己是創業家 我直接常常 有很多名字 一拿堆一拿堆 沒有action 沒有肚子出來 這白搭嘛 所以其實會務主 就是一個人公司啊 那我們為什麼 跟家也不一樣 我們有很多志工 因為在公司裡面 已經要很多很多 是employee 你要付他錢 我覺得這個學會 也不一樣的是 大家都是志工 現在大家都做這邊 目前我們都是志工 所以呢就是說 你這些很多很多action啊 很多我們大家都可以來做的 就是志工 你今天我完全贊成 因為以後 以後我們都要推動的 非常好 如果這樣子 我在收斂 把我所聽到的 ok 因為我看到很多 我有誤解啦 如果在這樣過程當中 比如說我有志工群 我要發展consulting ok 所以呢接下來很重要就是 有關consulting 這樣的智庫 我如果來集結這樣的能量 那我們都認識很多的顧問 然後呢 針對民的部分 這樣的比如說共識營啊 或者是這樣的人力的集結 人力的db很重要 然後呢還有一點呢 它的import 然後基本上就是 我聽起來會覺得 這是我們要往的方向 或者是發展的工作 那所以呢 我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那這樣方式 美幣可以創造商機 甚至可以呈現政策 跟專案來做一些介紹 然後呢 論壇可能是一個很具有權威性 或代表性的 所以論壇喔 就變成說創業主來講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個 有關銀法族青年創業論壇 就會跟現在的 他們的有所區隔 然後基本上他們也不會覺得我們有敵 反而可以連結 ok 所以青年創業論壇 銀法族論壇 然後可以邀請亞太地區的 有許多的國家 然後我還認識另外一個學會 就是APEC 另外一個學會APEC 台灣的 然後呢可以幫他們 一起來做連結 一起做連結 那就可以把很多要開 好 我們現在目前有12組 你這個 你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們每一組到底來做什麼 第一組創業組 其實創業組 我們今天就要這麼開會 那創業組最主要的就是說 把最前面的一些友好的 就是很重要的就是這個平台建立起來 然後融資組呢 這邊 那你剛剛講的一些 那個Steven你剛剛講的像譬如說 這個我們有什麼 好的idea 我們可以一路 這個 來教個學啊 養個 這個 這個叫 這個叫 該會的那個組在哪裡 我們現在是叫一個會展組 那會展組基本上 我們現在每一個組 每一個組 你都可以initiate一個會議 譬如說你們創業組 你要弄一個會議 對不對 今天你這個創業組的會議 結果是這個original ideas 是結果是誰 是學總底 學教授 那這個 所以我就說你們要get involved 因為他那個是跟你們創業有關的 那get involved 完全就跑到我們這個執行方面呢 我們就有一個team 所以我們每一個conference 我們有conference chair 那conference chair呢 就可以找一些志工來做team 那然後他這邊會務主 他這邊來做support 那這樣子的一個方式是 我覺得是比較好 不要說大家一定要會務主來做啊 什麼的一定要什麼 因為每一個組你都會 譬如說養生組 他說我要弄一個養生的seminar 那他就可以 他是conference chair 那這樣子的是比較 效果比較強的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flat organization 那flat organization呢 那你這樣子你每一組 你都可以機動性 機動性比較強 像譬如說人力資源組 這邊很重要 因為以後所有的這個資訊 我們以後要弄個什麼 這個所謂的speakers pool consultants pool 就是我們有不同的database 以後我們有一個speaker 我們這些人是以後要願意當speaker的 那這邊呢 那他可以呢 說我要來弄一個seminar 來告訴人家怎麼來做這些事情 怎麼來都可以的 那他就是有一個這個conference chair 所以這個是這樣子的一個組織 就是說每一個人都可以initiate seminar 都可以initiate conference 都可以 那會展組這個地方呢 那他們是做比較 你看會展這兩個年輕人 他們是比較做大型的 那可是每個人都可以來一起來做 一起來結合 所以為什麼我們每一次開會 每一個小組開會 大家都可以接到 你看我們沒有說只有這一組 每一組在做這個事情 不是這樣子 每一組開會 你看現在大家都是跨組的 每一組只要有興趣的人 你都可以來做 都可以來做志工 都可以來參加這個 我覺得這樣的效率比較大 那個結合的力量比較大 做事比較快 那像電影組 電影組他也是上次也是開了會了 他們準備要弄一個這個電影的獎 然後去run gp 什麼的 那這個其實都可以你看 只要有興趣的人都可以來參加 所以旅遊組 就是我們自己參加了 我們自己像帶子中很棒 每次到大陸上都是落地招待喔 他們大陸那邊全部買單喔 這個很棒的一個機會 讓我們出去也介紹商機啊什麼的 那他就是願意 我來以後來一些program出來 那個文傳組是黃青龍 他是旺社的社長嘛 旺報的社長 那他也希望說 在這個方面有一些這個 你剛剛講到的 像譬如說 銀髮族啦 跟大陸的一些啦 因為他是報紙嘛 那文藝族呢 這個女生是5070的 我認識的 那他就覺得說 我們不要太嚴肅了 有時候吃吃飯啊 去欣賞一些東西啦 什麼的 他就可以initiate 他就說我們來做一些事情啊 讓大家知道啊 出去旅遊啦 或者在local做一些文藝的東西 那教學組呢 那就是以後我們要開班賺錢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學會 我那時候開中民意就跟大家講 我們不要靠donation 我們不要向人家求錢 我們自己就能夠 一開始我們就能夠survive 我們能夠賺錢的 self-sustain的 那個教學組的這個 所以那個誰啊 就是summer 就是雨晴 雨晴 雨晴馬上就說 我們要做一個認證 以後我們這個認證我們開課 來上課的人可以拿到政府 來上課的人可以拿到政府的補助 所以他馬上就開始做這些事情 那養生主呢 那這邊也是 他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那他們還沒有開會 因為這個邵志安啊 他忙得要命 那他剛剛才從日本回來 所以我也會催逼他要開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來參加 運動主他也是在大陸 就是他的辦公室現在我們在用 那他已經講了說 晚上可以開一些這個班 因為他的地方非常非常大 所以呢 這個他是專門做tennis的 這個做運動的 那所以我稍微講一下 那以後也許我們以後有更多的人 想我要弄一個組 我要做什麼都可以的 那可是我們所有參與的人 就是everybody 你的member 你都可以來參與 你都可以來做志工 你都可以當這個小team的member 那這個是比較我們叫metrics 就是跨的 不是說hierarchy hierarchy是一層一層一層 那這樣子做是比較慢 那我 因為我是這個自己在美國 也run了那麼多年公司 我是覺得這樣子的效力比較好 那可能你剛開始是 你剛剛 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其實我想在座 因為每一位都很了解 我們已經開好幾次會了 我們籌備會已經開了兩次了 我們1月26號就要開大會了 那所以我覺得你的參與很棒 因為你給我們很多很多 很清楚的就是說 一個公司的run 的確是那個樣子 一層一層下來 可是協會呢 因為我們的定位比較不一樣 我們就是一個 謝謝 一個沒人 一個平台 OK 對 好 謝謝 謝謝張姐姐 我想喔 是一個 我想回規一些訊息 創業組的部分 目前政府的情況 因為那個原來創業是由 青府會 青年副導演員來做 但是他今年已經在12月30日 去年結束了 那所以呢 到時候青府會有四處 一處二處三處的部分的功能 歸到教育部 那四處的功能 第四處的功能 歸到中小企業局 那青年創業的部分 然後呢 現在整個政策其實還不是很清楚 不過現在創業的那種機制 現在是這樣 就是 他有微型創業貸款 是有職訊局 他有一批顧問 然後呢 青創會這邊也有另外一批顧問 OK 那全國有輔導網 輔導網已經有十多年的 十多年的這樣的績小 在各個縣市都有 然後那個輔導網是屬於政府的 OK 然後接下來喔 有 除了各大學的創業議程中心之外 這些或許我們都可以跟他有一些連結 邀請他們 針對銀法族的這一塊 來產生很多的連結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是那個什麼 目前剛移轉出去的 到職訊局的 是有關於學生 他有學生創業輔導中心 有專門這樣實體的設施 學生創業精神 對 他們是在做學生創業精神 創業精神 對 然後呢我所了解 包括像研華基金會 對 他們也在做這樣工作 最近可能救國團 他在考慮會投入這塊 不過救國團先投入的是 年輕人的那個活動之外 他現在涉入另外一個領域 而且最近你會看到他講說廣告 就是撞油 撞油 自從布朗旗市那個基金會 開始做了之後 就很多人就開始學習 甚至有美國各方面 救國團到底是屬於哪一個單位的 救國團 他到底是國民黨還是政府的 反共救國 我跟你講我覺得這樣 我們現在政府有很多單位 其實我也想跟我們這個 我們這些都是core member 我覺得我們少跟政府 激光網 往來是我們這個 physical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民間的力量 因為我自己創業 我覺得民間的力量很大 我覺得真的 台灣的政府是個小政府 其實他們的效率並不高 那其實我覺得民間做起來 會比政府做起來更好 所以我們這個協會 我們剛開始 他的薪水有一半已經著落 有一半已經有著落 是誰呢 因為我們也接這個委託案 因為像我妹妹在美國 她是有一個這個學院 中醫學院 她現在要馬上升科成大學 她以前只是中醫 我兩個女兒都是那邊畢業的 那她現在升了大學之後 她就以後有商學院 什麼什麼學院都有 她叫Texas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OK 就是Health-related的 或者是Administration-related的都有 那她那個時候以前呢 我們是每年把這個錢給輔大 以前她的辦公室是在輔大裡面的 那我就說現在輔大撤出來 我們就說給我們協會 其實她的學校會跟協會簽約 就是說一半的工作 那她的工作什麼就是 這邊如果有學生呢 她要做一些聯絡啦 或者說那個校長就是我妹妹她每一年 她每一年會到大陸跟台灣 每一年來一趟 來一趟她就就安排一些東西啊 一些演講啊這樣子 那基本上她的一半薪水就是裡面 她是月薪三萬五 這個都公開的秘密 所以一半她是來付 那通常我們月薪三萬五的話 大概他們都要加錢要四萬至少 所以呢兩萬就是我跟她講了 就兩萬塊她那邊就是要到位 那另外那兩萬剛開始的時候 就我這邊來負責 那等到我們就是有一些課程出來啦 什麼seminar出來啦 我們賺錢了 就可以自給自足了 所以呢我是比較從這個商業的角度 的確我們這個是完全商業 我們這個不是政治組織啊什麼的 所以我們完全以怎麼來 大家都能夠有經濟效益 能夠賺錢 能夠大家都幫忙到年輕人 年紀以馬足啊什麼的 那所以我原來剛開始 都很想找一些什麼 一些黨的大佬來啊 後來我先生就跟我說 他說你時代不必要 你看現在這個時代基金呢 他們就做得非常好 時代基金呢 他們不但幫忙年輕人創業 他們每一年他們所有的錢 都是industry來的 創業家十幾個學生 每年出來了之後 到Stanford一個禮拜 對不起 Berkeley一個禮拜 MIT一個禮拜 全部都是industry的錢 其實台灣industry是有錢的 就是說你怎麼樣 有些好的program 讓他們這些大佬願意 把錢拿出來 張宗文每一年給MIT六百萬 每一年美金不是台幣 這些錢都有的 可是呢 為什麼他沒有發現 台灣有好的一些錢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說 我們能夠做一些好的program 其實有一些需要fundraising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去fundraising的 那我是覺得說 我們先自給自足 因為有的做好的program 名聲出來了 幫人家做training 現在他們無錫 蘇州每一年都派他們的創業家 到台灣來做training 兩個禮拜 國外一個禮拜 台灣一個禮拜 這個無錫已經 無錫先開始 今年是第四年還第五年了 蘇州是跟進今年好像第三年才開始 他們每一年都派了 其實這個商機都很大 以後我們可以到大陸上去打出這個市場 以後我們這個鷹髮珠 因為我們是 我們跟人家比較不一樣的 是有銀在裡頭 對很多人是沒有這個 我們是輕盈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 怎麼向大家即使廣益 來做一些logo 來做一些slogan 就是說大家出去的時候 人家一親一說 嗯 你是在做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比較我們創業的方式呢 是individual 其實你說 其實協會好像也不能拿shares 好像可以 基金會可以 基金會如果說你幫一個人創業 你可以全部投進去 然後拿share 其實協會沒有必要 其實協會也沒有share 協會不需要任何的 很多很多錢我都不贊成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覺得應該就像我們台灣一樣的是 富藏於民對不對 好 協會也是 協會是一個平台 那真正來參加的這些人呢 是beneficiary 是能夠得到藝術得到好處的 所以協會不需要很多很多錢 可是要足夠的錢營運就好了 那我的理念是這個樣子 我想可能大家比較清楚的 因為我們以後就比較好做事 就是說大家裡面要協會的定位 是真的是一個媒台的 這個平台媒合的角色 那協會基本上是要自給自足 我們不需要靠很多 那我們如果說能夠接一些案子 外面的案子來也很好 如果我們去像譬如說這個銀法族 以後我們可以接什麼認證 認證的案子那是政府的案子 可能是來接我來 這個是可以做的 就是說協會本身來做 那裡面做的人呢 就是我們的consultant 那每個人做的人 我們就要簽一個consultant的合約 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比較清楚了 謝謝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每一組 就在吹逼每一組說大家要開會開會 大家就知道怎麼 因為每一組的這個你們召集人 在開大會的時候要三到五分鐘 要你們這一年三年五年 對這個協會有什麼期望 有什麼做法 都要來上台報告一下 那讓這個參與的人知道說 這個我參與這個 我是真的可以有一些looking forward 不是說又是另外一個協會 我覺得不需要了 協會太多了 我們不需要說又是另外一個協會 而今天參與的人真的說 我本身真的是在裡面可以做些東西 做些事情的 我講一下那個保齊 我上次在我們的教學題裡面 我有提到我今天一大早 我有給你一年 我本來應該禮拜六給你 但我禮拜六禮拜天不在台北 最後給你就是我們上次講的 把台灣安全省 他如果小學已經空下來了 因為小孩子很少 我們當作一個 對 這個很棒 那我有就是那個開南管理學院 就是開南大學 他有一個健康管理中心也學院 那院長是我同班同學 他在山島四旁邊 青島東陸航五號還是十號 他就有一個健康管理中心 也是佛這個寧華蘇 就是你需要照顧的 但他有很多的那種儀器讓他去 他有食品啊 有儀器啊 讓他們就坐在那邊 又不會很需要那個Energy 他就可以運動的 不是你一躺著都可以的 那我想說 他可以做一個DKL Center 那未來如果說要健康食品 我怎麼樣 你也可以跟健康管理中心 因為他們已經 他是最早的一個大學 有健康管理訓願的這一個 我們可以跟他一起的 你剛剛像你想的這個就很棒 你就可以當這個project leader 你就可以lead 然後你就可以說 欸 我要開會 我是這個project leader 你們誰有意思來參加我這個組的 大家一起來 我可以按著在這個組 可以看 就在創業組裡面的一個 我可以跟他們一起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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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跟他們一起 對 我也是 對啊 因為這一個我想是中期 因為那個小學大概一兩年 他才會失去 對 而且我覺得評會 這個協會有一個 我以後覺得說是 我們協會真正的function 是在做拉筆 就是說譬如說我們碰到 我們一些創業的人碰到很多問題 我們就可以做協會 來跟政府說 你要改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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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協會真正的一些功用 也先駐政府去推動 對 因為我們協會就 大家就是鼓力量嘛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跟政府說 我們要收綁這個 或者要怎麼樣 有些條款要怎麼做 那我覺得這是協會的一個角色 那其實像以後你剛剛講 要這個daycare的這個真正去做的時候 可能是協會的member 或者外面member去投資 那跟協會就沒有什麼關係 協會就沒有關係了 那基本上就協會就是說 幫忙下面的人要創業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帶到協會的這個高度來 我們跟這個政府去幫忙解決問題 對 你知道嗎 我們這一次 我們在這個案子裡面 你看我們就是有很多建議 要鬆綁這個要做這個做那個 對 因為我覺得這才有意義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對 為什麼一定要在現有的框架 而且你知道嗎 所有的規定都是人定的 當然可以改 對不對 都是人定的啊 對不對 只不過它早定一點 我們目前為什麼不能改 對 所以快要四二點了 你還做一個結局嗎 有什麼東西 而且就是 我想我今天 今天我們已經有一些 就是 可以convolution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提出的八個scope 大家 或不可以還是說 我們有一個新的一些scope 不在這八個裡面的 那從這八個裡面 或是以後再加的幾個裡面 我覺得 我建議還是 一開始 不要從這八個 我們可能選個幾個 我們做一個 我們 有未來 不管是座堂還是論壇 我們還是鎖定個scope 第二個是說 我是覺得 剛剛有個idea非常好 就是說 我們有一些 可以辦一些座堂會 我們可以變成的 輕盈火花座堂會 這些是 現在市場上 或是現在 沒有這樣的座堂會 大家看這個頻率是要 兩個月或是一個月 然後我們就從這個scope 裡面 我們的資源去邀請 這些相關的一些 不管是 mentor 還是說 一個 一個顧問 一起來參與 當然重點是 這裡面一定有年輕人 對 然後文法組 一同來參與 就會有火花 所以這是一個 比較 一個 regular的座堂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 往這邊去推動的 第二個就是想要論壇 這個我剛剛一講 就是說 我們可以 那個做堂會可以是每個月 每個月或兩個月 那論壇可以好好正式辦一個論壇 這個會一個 conference 那這個我想可能放在下半年的時候 對 而且conference 我覺得這是可以賺錢的 對 你conference辦的 你可以賺幾十萬 都沒有一次conference辦的 而且你可以找sponsor sponsor 他們贊助 因為廠商 他們的廣告在我們的這個 proceeding上面 我們的這個大會手車上面 其實這個是賺錢的一個很好的一個 所以這個conference 其實我是 就是seminar 我們是seminar 有幾種 有一種我們現在有教學的課堂 就是上課收 收錢的幾個月 可能幾個月一起的 那有就是要你們這邊創業 以後有一些seminar 那conference就是比較大型的 conference一些我們要聊太陽 所以可能不是創業主 教大家一起一起工作 就像他們這一次那個學種鼎 他們那個創業在中國 他那個 他那個你應該這邊要參與 他 你有沒有收到他的那個資訊 沒有收到 欸 我是先寄給那個 Tim跟 麥可 因為他們說 先拿那個草稿 然後他們會繼續再做分立 OK 那我再跟他們聯絡一下 OK 他下次在開會的時候呢 要每個人都要寄出去喔 你所有的會議就是你只要開會 每個人會員一定要收到 收到他的那個資訊 而且我們的網站上面 人家點進去有details 就是說不是只是說今天開會而已 OK 小姐說我附加一個 就是創業在中國 目前在中國各省市裡面 最積極的是福建省政府 對 他已經對至少有十幾個高校 對 福州農民大學 福建大學 福州大學 我再講一下喔 今天我們上次開會的時候 很多人要找這個官員來講 他說他們都很有經驗什麼 我的回答是NO 我覺得很多創業家 我們不要找官員 因為官員發個省長都要來 因為我們現在以後協會 協會力量很大發個海 因為他們都要發寒才能過來辦那個 所以我們最好不要講到官員 我要說就是說 他們現在不是 我要講不是跟官員 而是說中國有關於在大學生 有創業的這一塊 他們其實有很多不錯的地方 那創業主是不是可以有機會 可以有機會